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扭头就跑 报警 交救命 交谁 行了行了 知道了 交谁 你 坐下来吃 陆先生的外卖 给我吧 给我吧 姑娘 这么热的天 你一个人在外面干吗呢 喂蚊子呢 谢谢 喂 两个选择 要么放我进去 要么我被蚊子咬死在外面 你们被饿死在里面 自己选 明得晚白齐了 你点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好 有 我也要这个 给你看 谢谢 这什么汉堡 汉堡啊 这个 可以拿咖啡 好的 谢谢 韩伯格 没定你的 有 我都看到了 拿出去吃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扭头就跑 报警 叫救命 叫谁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叫谁 你 坐下来吃 不要 喂 喂 哎 这个人这么凶 你怎么还一直盯着他看 眼睛都不撞他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 因为你需要我啊 这个人有什么好点 你懂什么呀 他是能在赛场上 开锐的陆思诚 宣传着帅的能进娱乐圈 直播间里话少 偶尔对对粉丝 无偶像 他没有缺点的 骄傲 自负 嘴贱 习惯性面摊 套路太多数不清楚 心情好的时候就捉弄队友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鬼剑筹 只要不比赛 就不洗脸不挽胡子 明明私服一大堆 渐渐都很贵 却偏偏爱穿小胖三十九块九 淘宝包围的大衬衫 如果你还想听 我还可以继续说 我不听我不听 小胖 你是吃纸巾敞的吗 昨天才放了一包 信得今天就没了 我怎么擦屁股啊 看来偶像也是要亲自上厕所的呀 即使是这样 就算是他退去了偶像的光环 依然很吸引我 如果连骂骂咧咧的 提着裤子找纸巾 都能被归类于可爱的花 那你就麻烦大了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